第二个成本和费用的计算 成本和费用的计算呢 它也在运营期当中发生 那么首先第一个概念就是总成本费用 那么总成本费用呢 我们可以按照什么呀 这个按照生产要素估算法 还有按照其他的这个估算法 这个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具体按照什么方法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总成本费用包括外购原材料动力 燃料动力费 职工的工资福利费 修理费折旧贪销 利息支出和其他费用 这个呢你可以不计 其实对于我们 如果你是图建和安装专业的 你要是计这些呢 熟悉它还算合理 有情可原吧 我们交通运输专业呢 可能对这个方面吧 就是基本上是接触不到的 对不对 交通那个东西 它还能去运营 分得这么细吗 不太可能 所以说这个呢 你可以不计 但是你下边要计 这个燃料动力费啊 什么工资 福利费啊 修理费啊 这些的都叫什么呢 叫做经营成本 经营成本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总结说什么呢 总成本费用等于经营成本 加折旧 加贪销 加利息支出 这个我们要记住 那反过来呢 就是经营成本等于什么呀 就是总成本 简直就简单 要减利息支出 你把这两个公式记住就可以了 这里呢 基本的概念 你可以简单理解 就是经营成本 是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 所直接发生的成本 叫做经营成本 你想想 原料 燃料 动力费 你要只要生产产品 你就得购买原料 燃料 动力 你只要生产产品 你就得付工人的工资 福利费 修理费 对不对 还有其他费用 那么 其他的在总成本当中 除了经营成本以外的这些 就是折旧 贪销和利息支出 它和我们的生产经营过程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 也算作我们的总成本的支出 大家看 折旧 折旧指的是固定资产的折旧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的折旧是你当初 在建设投资过程当中 要投资一部分固定资产 它要形成这个固定资产 那么这个固定资产 在我们的运营期过程当中 要消耗掉的 要消耗一部分 折旧就是每年 消耗多少固定资产 后边我们会讲到 固定资产的折旧的计算方式 它消耗多少固定资产 那贪销呢 也就是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 就在建设期的投资过程当中 有一些呢 花了这个钱 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 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 它也需要消耗再运营期 那么我们就以贪销的形式 给它算作 第三个利息支出 这个利息支出 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建设期利息 而是说如果在建设期当中 你要是有借款的话 那么你在建设期没有运营收入 你怎么还钱呢 你还不了 那么你只能在运营期当中 有收入了 有利润了 你才能去还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利息支出 指的是在运营期当中的利息 每年还贷款嘛 那你没有还钱 你是不是每年得承担利息啊 这利息支出 那么大家看 这三项费用 其实跟我们生产没有直接关系 你不管你生不生产 这个设备给人放着呢 在这放着 每年就得记题折就 你生不生产 都会记题贪销 你生产不生产 那个银行的贷款利息 你不还吗 你必须得还 它的性质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但是你不管是不是直接发生的 它总之 不管是不是跟经营直接发生关系 但是总之它就是你的支出嘛 所以说都算作总成本费用 那么我们呢 我给你解释这些内容 不需要你背 只需要你听懂了 就可以了 那么你需要背什么呢 就是总成本费用 等于经营成本 加折就 加贪销 加利息支出 那么经营成本 等于总成本 减折就 减贪销 减利息支出 你只要把这两个记住就行了 其他的就是你理解就可以了 考试也不会问你 它为什么叫折旧 它为什么是贪销 就不会去考这些问题 把这个总成本费用要注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些 这些到底怎么算了呀 要给大家说清楚 那么我们说呢 总成本费用当中呢 分为这么多 但是呢 总成本费用呢 还有一个分类 分类什么呢 它把总成本费用分成了 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那么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这个概念呢 你就看 客下看讲义 客上呢 你就听我说 有些概念呢 我不是根据我们教材的这个 这个说的这个书面的 这官方的这个 这个概念去说 去解释的 我都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根据说 怎么样讲呢 才能有助于 大家用通俗的 简单的这种 这种方式呢 能够理解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么呢 讲义呢 你客下再去看 所谓的固定成本 就是说 它随着你的产量变化 而不变的成本 就是不随产量变化 而变化的成本 我们就归类为固定成本 那么相对来说呢 可变成本 就是随着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那就是可变成本 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要生产面包 这个例子 我总给大家解释啊 生产面包 你生产面包的时候呢 你要买一个面包机 那么这个面包机 一次性投入了 可能花了几万块钱 一个大型的面包机 或者几十万 那么在这里呢 你一次性投入以后 你再就不用投入了 这个面包机就已经买完了 钱也花掉了 那么你后续 你生不生产面包 还是你生产多少面包 你这个面包机的价格是不变的 是不是 那么跟你生产多少面包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成本 就叫做固定成本 那么第二类可变成本呢 你比如说我生产面包 我得用面粉吧 我这个面粉呢 就是随着你的面包的产量 变化而变化 变化而变化 也就是说呢 你生产的面包越多 你需要的面粉就越多 你不生产面包 那就不需要面粉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可变成本 也就是说 它这个成本的总额 随着产品的产量变化 而发生变化的 这个各项费用的支出 你包括我说原料动力 那当然了 你生产面包越多 你用的电就越多吗 你消耗的面粉就越多吗 是不是 还有什么 包装费 机件工资 机件工资就是我们说的包工吗 你生产面包越多 那我工人上 你生产一个面包 给你提多少钱 发工资 那你当然了 工资就多了 那么我们这里固定成本呢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机件工资以外的工资 那就是技时 我们说技时工资 就是日工嘛 那你不管生不生产 反正工人来了 你必须得开工资 是不是 我们在工地现场 一些这个普通工种 是不是 按日算钱 一天200块钱 一天300块钱 是不是 那这时候你干不干活 你干多少活 就这些钱 这些是固定成本的 对不对 把这些呢 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理解一下就可以 这是第二种分类 大家看这个成本费用 时间的这个关系 总成本费用 我们说可以包括分成两类 一个是可变成本 一个是固定成本 那么在我们这里呢 说外雇原材料动力 燃料工资 就是技价工资 福利 还有这些呢 修理期待费 这些呢都算作是什么呀 经营成本 这些都算作经营成本 然后呢 我们说折旧 探销和利息支出 这个就不算经营成本 对不对 那么这些呢 是固定成本 折旧和探销 刚才我说了 跟经营行为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么它肯定都是固定成本 大家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绕口令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像我们现在说 网上说的 你品 你仔细品 说听我们这种网课呢 第一遍呢 你要是有基础的话 你听起来会省劲一些 如果你没有基础 或者说你原来呢 没听过 然后呢 我们的管理啊 计价啊 计量啊 就这些科目呢 我也没看过 你听案例分析这个点呢 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它涉及到面特别广 你看这一会儿就税务了 一会儿就财务了 一会儿就国民经济分析了 一会儿就工程技术了 一会儿就查定额了 这就是太多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一次或者说一遍听不懂呢 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这是网课嘛 可以重复听 是不是啊 就说你一次听不懂呢 你再听第二遍 第二遍听不懂 第三遍再去看教材 来回再听 那这个时候呢 孩子讲话 数读百电 奇异自现 是不是啊 多听两遍呢 没准哪一次就突然间开窍了 你突然间理解了 那么运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块 听不懂没关系 你品 你仔细品 你品一品 它到底香不香 是不是 就是我们说 理解了 你会恍然大悟 你做题 做题题的会非常的顺畅 如果说你只背这个公式 可变成本 固定成本 精英成本 背完之后 做题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哪是哪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是成本之间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成本的估算表 这个表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让我们填表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说呢 要注意 前面这些呢 你就不要去看了 这是一个标准格式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表呢 拿过来 那么你就主要注意 下边这些 就是蓝色字体 这个 就是精英成本 当然就包括前面这几项了 折旧 贪销 利息支出 然后呢 成本合计 成本又分为两类 一个是固定成本 一个是可变成本 如果出现这个表格 你填的时候 你也应该会填 会填 然后接下来啊 我们就是把这几个概念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折旧啊 什么叫贪销啊 这些东西 在总成本费用当中呢 经营成本 我首先说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当中 在这个经营成本呢 一般不需要我们去算 为什么呢 题目当中会告诉你 他不会告诉你说 这这么这么多 费用加起来 怎么样 那么对于我们这种 财务分析的题呢 由于 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了 涉及到的这个费用啊 涉及到这个说法太多 他不会在这里边 再给你设置条件了 那直接就是 经营成本多少钱 往往就是告诉你是 含进项税 不含进项税 多少钱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折旧 这个折旧呢 我们要一项算固定资产的折旧啊 我们也得知道 它的固定资产的原值 折旧就是在我运营期当中 消耗固定资产的 那个那笔费用 那么固定资产原值呢 也就是我们在建设投资 或者建设期当中 那个投资 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 那么这里边 什么样的费用 形成固定资产原值呢 一般来说 我们说工程费用 建安工程费 设备及工期区工程费 一般都会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还有工程建设期大费当中 它形成原值的部分 它不是全部形成 预备费往往都是形成 建设期利息非常重要 建设期利息非常重要 建设期利息 是一定要形成固定资产原值的 那么我们说 你有没有利息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些呢 我也是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一般在做题的时候呢 也不会跟你说这么详细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建设投资2000万 其中有80%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或者其中有1600万 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或者说建设投资2000万 全部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那么就是你要知道 它不是所有的都形成 按具体题目为准 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分析的 有个特点 什么呢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到 一切以题目条件为准 前面可能我也讲到过 一切以题目条件为准 即使题目条件是错的 你也按它为准 绝对没有错 它错了 你以它为准 你就没有错 这个大家要注意 然后呢 我们说呢 刚才说过了 在这里呢 固定资产原值 这里边如果说 有可抵扣的计算税 怎么说了 可抵扣的固定资产计算税 不得进入固定资产原值 那么这个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解释了 因为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对吧 这句话 还有什么呢 就是维持运营投资 这个维持运营投资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维持运营投资 主要指的是 我们在项目的运营期过程当中 要投入一笔比较大的金额 去维护 或者说更换我们设备的购配件啊 去维护啊 大修理啊 之类的 那么这笔费用 它怎么处理呢 它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叫做什么呢 叫做资本化处理 一种叫资本化处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花的这笔钱 比较多的时候 它对我们的固定资产的价值 或者能够明显的 对于我们产品的质量 有所提升的话 就是它的作用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要计入资本化 也就是说计入到固定资产原值 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啊 建设器投资当中 有两千万的固定资产原值 然后说每年折旧一百万 每年消耗一百万 到第三年的时候也消耗一百万 那其实到第三千年末的时候 就是一千七百万了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我在这一年 我又投入了三百万 去维修它去了 那么下一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就多少 就多少钱了 就两千万了 是不是啊 固定资产原值 它的价值就变了 这就是资本化 资本化就是进入到固定资产 价值里边去 但这种情况 对于我们这种考试来说 基本不会涉及到 那么第二种就是费用化处理 费用化处理呢 就是这部分涉及到的费用 相对来说不是很多 但是比正常为 维护费用肯定要多了 然后呢 它对我们固定资产原值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么怎么办呢 就进入到总成本费用里边 固定资产还是一千七 一千六一千五 这么下去 那么大家想想 哪种方法简单啊 那当然就是我们说 费用化处理就简单了 当年发生多少 就直接发生三百万吗 直接进入到总成本费用就行了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价值是不变的 所以说呢 我们考试一般只涉及到费用化处理 也就是说 如果有维持运行投资的话 我们当年的总费用 那就不是经营成本 加折旧 加探销 加利息支出了 还得加上一个什么呀 维持运行投资 也作为 什么呀 进入到总成本费用当中去吗 也进入到总成本费用当中去 如果是资本化 那就是固定资产原值了 价值了不是原值 固定资产价值了 那这个很少涉及到 我们就是费用化处理 这是关于它的原值 那么原值值到说 我们的残值或者折旧怎么算呢 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案例分析所涉及到的 这个折旧的计算方式 只有一种 就是直线法折旧 你比如说 固定资产原值是2000万 残值是10% 就这个10%啊 是最后我们说那个残值 那么是折旧不了的 最后剩下的 那么我们的计算折旧费呢 就是2000万 减掉那个10%嘛 就是一减10% 把残值先减掉 那么这些 就是我们的 1800万 就是我们在运营期过程当中 所消耗掉的固定资产价值 那么我们的运营期 一共几年 10年我们就除以10 20年就除以20 那么这就是我们每年的 固定资产的折旧额 那么这个折旧率呢 就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这里呢 这个刚才可能说的不太恰当了 这个10呢 是固定资产的 可使用年限 而不是项目的运营期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里 固定资产的残值和余值的关系问题 如果说项目的运营期 残值不就等于原值乘以残值率吗 然后呢固定资产余值是这样的 如果项目的运营期就等于固定资产可以使用的年限 你比如说运营期10年 我们说项目也可以使用10年 寿命期 它的使用期就是10年 那么它的余值就等于残值 是不是 那个10年把固定资产全消耗掉了 可折旧的全都折旧了 那么残值就等于余值 那么如果说运营期要小于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呢 你比如我们固定资产可以使用10年 但是我们的项目运营期就是8年 那么你计算折旧的时候 你折谁啊 你除谁啊 你除10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使用10年 但是我们只使用了8年 那么在项目的结束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有两年的折旧额没有使用啊 对不对 还有两年的折旧额没有使用 再加上我们的残值 这就是我们固定资产的余值 也就是说你在期二末期末 要收回来那个固定资产余值的回收 应该是这么多钱 而不应该只是它的残值 那么如果说像我们说都是10年的话 那这两年当然也就折旧没了嘛 所以说余值就等于残值 这是关于固定资产的余值和残值的关系问题 然后呢你听我说 把这个意思理解了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讲义里边这个公式 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你就觉得我说的对 你就按照这个公式再去理解一遍 这是关于固定资产 那么固定资产折旧啊 除了这个直线法折旧 或者叫平均年线法折旧以外呢 还有什么工作量法啊 双倍余额递减法啊 加速折旧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 如果你感兴趣 或者你也考这个管理科目的话 你上管理那个教材里看一下 这个关于折旧这一块 就是在最后一章全寿命周期管理那里边 有相关的这个介绍 这是固定资产 那么无形资产呢 就固定资产直到以后呢 无形资产贪消啊就很好理解了 道理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无形资产呢 或者其他资产呢 就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那么我们都记住无形资产 那么无形资产这里边 就是还有其他资产的 只记住贪消 贪消呢一般是按照运营期平均贪消 也是平均贪消 但是呢它有个问题 就是贪消是不计残值的 也就是说折旧一般有残值 那么无形资产是没有残值的 因为我们的专利权 专利权呢 就是授权你使用十年 或者项目期就十年 那么你比如说花了一百万 项目呢一共十年 那就是一百万除以十 一年就是十万块钱的专利费 就这么一个摊销掉就可以了 对吧 摊销掉 然后呢就是下面呢 就是我们说的还本复息 就是关于利息的问题了 这个还本复息呢 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下 在总成本费用当中这个利息 总成本费用当中这个利息 都包括什么利息呢 一个是长期借款利息 一个是短期借款利息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流动资金 那么这里大家注意 我们所说的长期借款利息呢 主要说的这些都是 在建设期的贷款 在运营期当中还款 这时候呢在运营期当中所产生的利息 那么还有什么呢 短期借款利息 也可以叫做临时借款利息 临时借款利息呢 我在这里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每年在运营期过程当中 要还银行的贷款和本金 利息和本金 但是呢有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 你当年可以用来还款的钱 那不够去还款的怎么办 我们指的是本金 比如说你当年呢 需要向银行还500万的贷款本金 但是你的利润呢 加起来你所有的钱都拿起来 拿出来发现只有450万 你不够去还那500万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不还了呀 所以你不还行 那银行干不干呢 银行肯定不干 那所以说呢 我说你必须要还这钱 差这50万怎么办 那你只能去借钱去还 那你借钱是不是就产生利息了 那这部分利息是不是也得还呢 所以以后等我赚了大钱的时候 我再还这50万 是不是 那这时候是不是也产生利息了 那么这个短期借款 或者临时借款 也有这种利息 这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财务分析啊 就是交通运输这一章 我觉得能考到临时借款 那是非常渺茫的事 但是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说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利息是包括临时借款的 后面我们会讲到临时借款的问题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呢 我们不一定都是自由资金 有可能也是啊 什么呀 借钱 流动资金也借钱 那这时候流动资金 是不是也产生利息啊 是不是也得还呢 所以说呢 利息包括三种 一个是长期借款 一个是临时借款 一个是流动资金 借款 这是关于利息的构成 那么我们在运营期当中还的呢 不单单包括利息 还包括本金呢 也得还 是不是啊 利息和本金都需要还 那么我们说呢 利息和本金呢 是都需要还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你说用什么钱去还呢 你得弄清楚吧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看 一个是利息的偿还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利息在哪啊 利息在总成本费用里边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 总成本费用等于 金成本加择救 大探销加利息支出 我们所说的那个利息支出 其实就包括 我刚才说的三部分利息 前面 我可能有一话没讲到 是不是 在总成本费用里边 在这儿 大家看一下 利息支出 包括长期借款贷款的利息 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 还包括临时借款的利息 这是三部分都包括了 那么这个利息呢 是包括在总成本里边的 也就是说 你算你当年花了多少钱 花了多少成本费用的时候 你已经把需要还的利息 都算进去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后续会讲到 这个利润呢 应该是等于你的收入 减掉你的支出吧 是不是 我们简单可以这么来理解吧 那么你的收入呢 也等于这个什么 收入 利润呢 等于收入减支出 那么这个支出 主要呢 就是总成本费用 那么所以说 你在算你当年挣了多少钱的时候 你已经把这个利息怎么样 利息呀 这不是利润 这是利息 你已经把这个利息 都考虑进去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在运营期的总成本费用当中 已经考虑了利息 那么我们在说 你能够拿多少钱去还呢 你只需要考虑 你需要还多少本金就可以了 利息已经考虑到了 这是利息的问题 那么本金的来源怎么 用什么钱去还呢 第一个 用于归款借款的利润 一般是 未分配利润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简单理解 就是未分配利润 你可以理解 就是你的利润 你说你挣了钱了 你去还贷款本金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是吗 借钱还 什么 欠债还钱吗 天经地义吗 那么你现在 原来借了林银行的贷款了 你现在有收益 你有利润了 你用你的利润去还本金 不是很正常吗 大家可以理解 是不是 那么第二部分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贪消 这可能就由大家不理解了 是不是 那折旧和贪消 不是总成本费用里边的吗 我都已经算到总成本费用里边 算我的支出了 我怎么还能去还贷款的本金呢 这就是看折旧和贪消的本质问题了 折旧和贪消 是我们在运营期过程当中 核算 总成本费用里边 到底消耗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或者其他资产 多少费用 但是这个钱你是什么时候投的呢 你在建设期的时候 你在建设期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折旧和贪消 按照建设投资已经投进去了 一次性都已经投入了 那么在运营期过程当中呢 只不过呢 算到总成本费用里边 只是在会计上寄了一笔账 就说你今年折旧费是一百万 也就是说我今年 所生产出来的这么多的产品 不单单只是原材料 燃料 动力费 人员工资 修理费和其他费 不单单是我跟 就是经营成本当中 直接发生关系的 我还消耗了固定资产一百万 那这个钱你不算行不行啊 当然不行了 但是这个钱什么时候投的呢 不是你当年运营的时候投的 是你在建设期的时候 已经投进去了 那么只不过在这里 记了一笔账 就说你消耗了固定资产一百万 但这一百万 你原来投过了 这个钱你花没花呀 在运营期的时候 你是没有花掉的 所以说 虽然它在总成本费用里边 但是实际这个钱呢 就是你在会计账面上 记了一笔折旧 记了一笔贪消 我一看账 我就知道 我消耗了多少折旧和贪消 我的成本绝对不是经营成本那么简单 但是你这钱已经投过了 是不是 那这笔费用呢 假装你拿出一百万的费用啊 这一百万是我的费用 这什么呢 是折旧 这钱呢放在我的保险柜里边 因为我记得费用吗 但实际上你这钱花没花掉 根本就没有花掉 因为你钱本已经投入了 那这一百万你干什么用啊 你说我锁到保险柜里边 谁也不能动 这是折旧 我得好好记这个账 对吧 说这是贪销 这一轮是贪销费 这一轮是折旧费 千万不能动啊 要不然我的账就混了 没有这么记得 所以说这部分费要怎么办呢 你可以拿它暂时去还这个贷款的本金 折旧的本质 第一个 能明确你到底消耗了多少固定资产 第二个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项目到运营期期末了 你要想扩大再生产怎么办 你得拿着这个折旧再去投资去 就是为了你后期扩大再生产 准备的这么一笔费用 但是你在这个阶段 你有没有用啊 你根本没有用 所以你为了后期 我现在就不能动 那你就是 有点点什么了 脑子已经不转盘了 所以说呢 可以用来来还贷款本金 我把这意思呢 给大家说清楚 说清楚的目的呢 就是有助于大家去理解 我们考试呢 也绝对不会去考 你说为什么折旧可以还 贷款本金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也就是说 让你呢 理解一下 然后我们做题的时候 你就会毫不犹豫的 把折旧他要加进来 去还贷款本金 他说为什么 你想都不用想 绝对是第一个事 我还是再强调一下 我们听课呢 要听思路 千万不要纠结 老实上 这个小数点 到底保留两位 还是三位呀 那个东西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你只要把思路听清楚了 那个东西 那就不叫问题 是不是 把这个呢 贷款还本付期的来源 说清楚 历史已经在 总成本费用里考虑了 本金来源 一个是你的利润 准确说就是未分配利润 然后后边我们会讲到 什么叫未分配利润 然后呢 折旧和贪消 其他来源 你就认为就没用 因为我们考试也不会涉及到 这是关于这款这一块 这里呢 特别说明 我总是会说一些特别说明 比如说我在起草一些 我们那个建设工程的合同当中啊 我也会按照人 个人的这种 这个语言呢 或者思维方式啊 我都会 特别说明 在合同里呢 我就基本上会写这个特殊约定 特别约定 起到这个什么提示啊 这个重要的作用 这里面呢 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讲过了 可以用来还贷款本金的 有这么几笔费用 但是呢 出现两种情况 未分配利润 加折旧 加贪消 这是不是你可以用来还本金的钱呢 如果小于你当年应还的本金 就是说你不够还怎么办 那么你不够还就需要临时借款来弥补 刚才我说过 临时借款 你借新钱还旧钱 你是不是就产生利息了 那每年的费用就不一样了 那么你需要借多少钱呢 你需要借多少临时借款呢 就是你应该还的本金 减掉你可以用来还款的钱 就是利润 折旧和贪消 这个差额 你应该还500万 但是你的利润是260万 你的这个折旧是40万 贪消是20万 那么这个差额 你就得去借款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你的可用于还款的 还本金的钱 大于应还本金 那既然大于了 怎么办 你就不需要借款了 那么我们就正常还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正常还就可以了 那么正常还 我们可以用 得需要多少未分别利润去还呢 就是应还的本金 减掉折旧减贪消 剩下那个差额 我们就用利润去还 那么我们经常遇到的 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经常不遇到的 就是善门这种情况 为什么经常不遇到呢 因为它太难了 对于我们图建和安装这个专业呢 它都不是经常出现 那么对于我们交通运输来说呢 可能更是不经常出现 因为前面我们也讲过 就是交通运输专业 包括水利专业 它的后期运营呢 其实对于我们造价来说 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啊 好多的这种基础设施啊 它并不是考虑的经济性 那么我们说还本复息额的计算 还本复息额的计算呢 这里呢有两种方式 我分别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还本复息额的计算呢 首先说我们建设期的这个贷款利息 不叫建设期了 就是我们运营期 长期借款的还本复息 那么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等而还本复息 一种叫等而还本利息照付 那么我觉得这个知识呢 根本就不用我去讲 我们大多数的人呢 都会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如果你带过款 买过房的话 你就不会陌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说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这个肯定不陌生 因为都带过款 买过房 买过算命房 那么等而还本复息呢 其实就是你 你期出 你不有借款本金吗 比如这零点啊 这批值 你不有一个在运营期 你比如说这是建设期啊 建设期的一年两年 在建设期当中有借款 然后你在运营期开始的时候 那么在建设期前面 有借款的本金 和借款的什么 利息 加本金加利息 这部分在建设期里边 是没有还的 那么在运营期期出 它就是建设期的本金 和利息之和 就是我们运营期期出 需要还款的那个基数 需要还款的那个本金盒 那么我们在运营期当中 需要还这个钱了 是不是 那么根据我们题目条件呢 可能是分五年的八年的 还是运营期全部呀 按照等格还本复息 就是每年所还的钱数是一样的 那么其实呢 每年所还的钱数是一样的 那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A值吗 也就是说你把建设期当中的 本金和利息相加合 以它为初值 批值 然后呢 按照每年等额还本复息 求这个A值 那就是以至初值求A值 这个公式 就是以至 批值求A值 这个公式 就是等额还本复息 这公式又用到这儿了 是不是 那么第二种方式 就是等额还本利息遭付 前面是一样的 到这本复核 那么在这些年当中呢 就不是A值了 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本金 等额还本嘛 把这个本金平均多少年限 多少份 你比如说 我这加起来本复核是一百万 这一百万十年之内还清 那么一年的还本金多少啊 一百万除十 就一年还十万的本金 那么你第一年还十万 第二年还十万 一直都还到最后十年 把这本金还完了 那么还本金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每年都产生利息 那么这个利息怎么 利息照付 每年所产生的利息 都把它的付掉 每年又还十万块钱的本金 就是等额还本利息照付 我说的时候呢 就是说80%的人肯定会明白 因为你带货款买个房 是不是 我们一般都是等额还本付息 就是每个月还一样多少钱 就完事了 不是每月的不一样 等额还本付息 是每个月或者每年 还到总额一样 那么等额还本利息照付 是每年所还的本金一样 但是利息加本金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两种方式 说80%的人你都能理解 一会儿我们做个题 做到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更加理解了 对吧 我说的比较啰嗦 但做题的时候是比较简单的 说另外的20%呢 有10% 人家是什么 人家是什么 什么富二代呀 或者什么什么二代 是不是 这10%的人呢 人家从来没贷过款 从来没买过款 我觉得考我们造价工程师的人也 几乎是不会有这部分人 对不对 这10%没贷过款 不容易理解 另外的10%是什么 就贷不起 就是贷款也贷不起 这部分人也不太容易理解 我们这个指示点 中间的80%肯定多 都能理解 一会儿我们做题的话 大家都能理解 那么这是长期借款利息怎么还 接下来呢 流动资金借款利息 这里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流动资金的借款呢 它的还款和我们长期借款不一样 流动资金如果是借款的话 我们说流动资金的借款 在运营期当中不还 本金不还 给大家解释一下 流动资金的借款 那个本金不还 什么时候还呢 因为流动资金嘛 你最开始投入了 后续还要把它收回来 也就是在项目的运营期期末 你收回那个流动资金 拿到收回那个钱 去还那个本金 也就是说在运营期过程当中 本金是不还的 那么流动资金每年产生的利息要还 这个利息要进入到总成本费用里边去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流动资金的特点就是 本金运营期期末才还 运营期不还 利息是当年产生 当年还 那么流动资金这里边 要全年全额寄稀 一般都是期出投入嘛 这是流动资金 那么第三个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呢 要产生利息 这个利息呢 就是当年借款 那么下年要及时还 本金和利息 有能力就把它还掉 没能力呢 当然就继续产生利息 是不是 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强烈一点 短期借款你什么时候借呀 你说你当年不够还了你什么时候借呀 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你不够去还本金的呀 需要短期借款的 你只能在某一年的年末 是不是 那么你在某一年的年末一算账的时候 你才发现 哎 贷款还不上了 那么你才能借款 所以说在借款年末借款在当年是没有本金和利息的 还款要求的 只有在当年需要借款的当年的下一年开始 才进行计息还本 那这个呢 希望大家如意 这是还本付息 那么还本付息呢 我们说也有一个表 叫还本付息计划表 包括年初的累计借款 本年新增的借款是多少 应记的利息 应还的利息 应记的本金 应还的本金 还有什么呀 年末的余额 这是我们一个表 到时候呢 如果题目出现的话 我们又会贴 那么这个利息和本金呢 当然了就包括我们的长期借款 短期借款和流动资金借款都包括了 那么你说你年末的借款余额 就比如说 我们这两年是建设期啊 或者不说建设期了 直接就是运营起 年末 第一年年末的借款余额 是不是就等于 夏年年初的借款余额啊 那么你第二年的借款余额 是不是就等于 第三年年初的借款余额啊 对不对 那么你不管怎么去借 怎么去还到 最后肯定是零 对不对 为什么 你不管怎么借多少 你不管怎么去还到 最后肯定得把借款的本金额 利息都还掉啊 如果你不还掉的话 那你列这个表干什么 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说我们在填这个表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说 如果让你填表的话 说最后一期肯定是零 闭着眼睛它都是零 那有的现在说 那万一不是零呢 不是零点零一呢 零点零一 那就说明你算对了 有可能就是因为误差的原因 而导致不是零 那么说你我算对了 我填是零点零一还是零啊 既然你算对了 你就填零吧 是不是啊 因为最后呢 因为零点零一是误差的问题 那最后就填零 你说我填个零点零一 那最后还有一分钱没还掉啊 对不对 还是不是很满意 那么肯定是零 这个表呢 我们要会填 我们现在介绍的表呢 一个是刚才的总成本费用表 一个是利息的还本复习计划表 这两个表呢 我们要注意它的格式 如果让你填的 你也应该会填 这是关于 总成本费用里边的 折旧啊 贪消啊 这个利息啊 我们怎么去算 希望大家呢 把这部分内容呢 一定要熟悉 理解上不太好理解 那么它的一些基本数据的测算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边 然后其实后边呢 我们说刚才讲到了增值税 其实后边还有个所得税 那我给大家说 那么所得税呢 我们是在我们进行经济的财务啊 分析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再给大家说 总之呢 这些内容呢 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到 那么这个呢 基础数据 我就先讲到这里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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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